各位朋友大家好 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繁忙 所以只能断断续续给大家做一些视频节目 见缝插阵 那么这两天呢 我的推特被封 推特被封了几天以后呢 这个网上的那个传闻呢就非常多 等到我这个推特能够打开以后 我看到了很多网上的留言 包括网上很多攻击我的言论 我感觉到真的十分的可笑 但同时呢 我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哀 因为在中国啊 为什么就说是中共它不怕 是因为它看到了中国人啊 在国内你也抱不了团 在海外还是抱不了团 中共它只要稍微去三点风点点火 然后呢 就有大量的这种无脑儿 就帮助中共去渲染这种仇恨的情绪 五一共振 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仅仅是一个叫访民共振 全民围观 是本来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断地对中共政府进行各种斗争 跟进行各种自己的权力的维护 在这个过程中每天大大小小 全国不同的团队 他们都在维护着自己的权力 都在不断地为争取这种权力 他们呢在进行的各种这个街头运动 我们只是号召大家选择一个统一的时间 然后在这个统一的时间呢 我们试图去搞一个全国性的各地方 各种不同诉求的 包括我讲的泛亚 一珠宝 老兵上访啊 拆迁这个失地的这些平民啊 被驱赶的这些民众啊 就各类的这个有各种利益诉求的民众 我们选择一个统一的时间 大家呢搞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全国性的集结活动 叫聚集 那么这种全国性的聚集活动呢 他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嘛 在全国制造绅士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个体 中共是很容易个个击破的 如果是一个整整体性的全体行动 那么对于政府来讲 对于中共来讲 他要打击全国性的这种活动 他的代价就很大 而且呢 他有可能这个活动一旦蔓延以后 再就会爆发出更多的对中共体制冲击的运动 我们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不是让大家老百姓上街去 去送死 而是让那种原来就有想上街的这些民众 把他们组织起来 在同一个时间协调起来 一起上街 那么其他人干什么 其他人是围观 这种围观就是你 我们叫吃瓜群众 就是你愿意围观 你就围观 你不愿意围观 没有人被逼得你去 那种说是把你们喊你们上街去参加这种围观行动 就是喊你去当炮灰 让你去送死 然后去吃你的人血馒头 造出这种言论的人 你说除了中共 除了共产党会造出这种言论 谁会造出来 正因为对共产党有冲击共产党才紧张 他才慌乱 他才不断地去散布各种留言 他们的留言很简单嘛 就你们号召民众上司 你们怎么不死啊 你们先回国来送死 这是共产党唯一打击这个行动 所散布的离间我们发起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一个言论 而这个言论为什么普通民众绝大部分的吃瓜群众马上就会上当呢 你认为就是喊你去上街送死吗 我们已经一再强调 这个是本身有利益诉求的人 这些人希望全国有88位 本身有利益诉求的人 有88个人代表他们各自的团队利益 希望通过海外来发起这个运动 然后把这88个人所在的团队 他们全国合力 然后选择这么统一的一个时间来进行一个访民抗争活动 而这种抗争活动我们希望选择在五一人多的时候 引起注意 然后让吃瓜群众能够得到围观 那么达到一个什么 这就像我在多次节目里面讲过 达到一个人群聚集的效应 为什么要人群聚集 因为中共从建政以来 前三十年搞斗争把老百姓已经斗怕了 稍微你跟中共有一点点抗争 中共都会把你打成是反党反革命集团 把你送进监狱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 好不容易获得了八十年代 这么十年的思想解放的这个时期 产生了八九六四这样伟大的运动 但是八九六四运动被邓小平用坦克车和机关枪扑灭了 那么坦克车和机关枪的这种镇压会让大部分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恐惧 他们再也不敢上街了 他们一听说上街就想到流血 想到牺牲 想到自己有可能被坦克车碾压 那么这种情绪已经迷散在民众的心中已经几十年了 那么中共就是利用这种恐吓 利用民众的这种恐惧心理 使你们任何人都不敢再抗拒了 所以这个政权又延续了这么三十年 那么我们号召的这种全民聚集 全民上街就是什么 让大家消除恐惧 我们不要求所有上街的普通民众 在你自己没有一个这个利益诉求情况下 你不是访民 你不是老兵 你不是泛亚一足保钱保的受害者 你不会和他们一样有共同的诉求 但是你可以围观啊 你可以上街去看啊 你可以造成聚集效应啊 那聚集由于你没有打横幅 没有打标语 没有喊口号 没有提出反对共产党的这个各种政治主张 那么你说中共会好好地把你一个围观群众就抓起来吗 你没有触犯中共的任何法律 你不过是散步 不过是上街 不过是人情聚集 你去看热闹 中共就把你抓起来吗 就用坦克制机关枪对付你吗 讲这个话的人都是中共他故意恐吓你 因为你从家里面走上街头 而我们号召的共振就是希望大家要消除自己的恐惧性力 敢于走上街头 敢于不断地发起群众聚集 而且这种聚集它绝不是是五一共振一次 五一可以去 六四可以去 七一可以去 八一可以去 十一可以去 只要是中国的任何大大小小敏感的政治活动和重大节假日都可以去 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消除恐惧性力 一次一次的聚集 让老百姓感觉到一有事我们就上街 上街并不会抓 因为你不干任何事凭什么抓你 你不过就去围观围观去看看热闹 凭什么把你都抓了 凭什么弄机关枪坦克制对付你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就养成了老百姓 他消除自己恐惧性力 会变成了一有事就到街上去 一有事就到街上去 那么我们就为我们下一步行动 就是我曾经多次强调过的这个全民挤兑 大家来记住 所谓全民挤兑就是我多次讲过的 当国家经济崩溃 当政治发生重大摩擦 当国家政局发生各种不稳的状态情况下 老百姓开始到银行去拿钱 老百姓到银行去拿钱 那可以讲没有风险 我多次解释过这个问题 也就是我去拿陈泽拿我的钱 你政府你给我就拿 你不给我肯定在银行门口不会走的 那么政府在大家全民挤兑的时候 是没有能力应付你们每个人要拿的钱的 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付不出钱的情况下 那么老百姓由于不离开 老百姓在银行拿不到钱 老百姓就到街上去了 老百姓都到街上跟政府要钱的时候 这时候要钱成为我们最有利的一个口号 它不是什么政治口号 我拿我的钱 天经地义 没有哪一个人 有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 你的钱不给你 在这种情况下 全民聚集和全民挤兑的共振效应就达到了 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打标语 有可能喊口号 有可能做标记 虽然早期的口号可能就是我要我的血汗钱 我要我存在银行的钱 但是你要知道运动一旦发展到老百姓人多 最终就会上升到不是禁令要钱的问题 就是反腐败的问题 就是反体制的问题 最后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人民就起义了 这种情况它都是有一个演练的过程 我多次解释过 五一共振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么样 为了达到这样目的的一个战略战术 如果说你是吃挂金头 你真不明白 你听完我那么多次节目还不明白 你听完这次今天的节目 你明白了吗 如果你明白了 你认为这还是把你去送去当炮灰吗 还是让你去挡枪子吗 还是我吴天明想吃你的人血馒头吗 网络上的抹黑真的是铺天盖你 因为我几天没有上推特 居然有的抹黑它是完全是有组织有策划精心布置的 因为他们如果陷害你 他们会有一种手法的 在网络上面我可以把这个手法告诉大家 让大家明白他们怎么做 他们不简单是注册一个推特号 用这个推特号就注册一个假的我吴建明名字的推特号来骂别人 用我的头像我的名字 然后去骂别人 除非是被骂的那个人 他不加思索就反击 如果他稍微动点脑筋 他觉得吴建明不会讲出这么无理的话吧 或吴建明不会讲出那么那么就是没有经过大脑的这种无耻的话吧 他如果说稍微看一下推特号 稍微去分析一下 看一下他的推文 看一下他的这个关注数 比方说他可能他的粉丝就两百个 就一百个 他觉得吴建明不可能就什么一两百个粉丝的 所以这个推特号不应该是吴建明的 这是指那个认真去看的人 但是相当有一部分人没认真看 那么认真看的人就会容易很容易揭破这个谎言 那么造假者他也知道认真看的人只要识破这个谎言以后 可能这个谎言就不一定能达到目的 那么他采取什么办法 他采取新的手法 他是采取我的正头像 用我的真名字 发布一个耸人听闻的这个一段话以后 然后他把这段话用图片截屏 用图片截屏以后 然后把这张图片用第三方的小号再发出来 小号他不负责人 他就说我是传播 我是在微信群里面看到的 我是在QQ群里面看到的 我是在微博上看到的 我是看到这个图片 他不断地传播这张图片 而这个图片上由于是吴建民真人头像 吴建民真人的名字散布的言论又是非常耸人听闻的 就让人家误以为吴建民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你比方说我看到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非常无耻的 他这个图片上面怎么说 他说海外民运 他说从现在来看到 他说我过去一直非常信任吴建民 是个真英雄 全民共争以后我才知道海外民运原来全部是他妈一帮骗子 他这个可能这个人的口音是北京或者河北那一带的 北方口音 叫鸦全是一帮骗子 他说唐百乔28年来就是一直在骗钱 李洪宽刘刚骗女色骗了一辈子 魏京生杨建立即骗民还骗力 他说鸦吴建民最狠 吴建民直接就骗命 然后他说这个习主席这个又是上堂关 又是这个整治你们这帮要颠覆国家的人 没什么不好 你们这帮人上台比共产党还坏 就是吴建民你当年坐在牢房里面 共产党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枪毙你 就是这个图片大致的内容就是这个 我回去找一下 我找到这张图片 我会在节目里面团上来 这个人的这个口气和他讲的这些图片内容 他就是对海外民运的全部抹黑 现在共产党包装和过去包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那时候共产党要打击某一个人 共产党就说那个人是这个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 对抗我无产阶级专政 企图颠覆人民政府颠覆共产党 过去共产党把对对他的这个敌对分子共产党是这种口号 但是两千年以后共产党就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共产党现在开始他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他对海外民运的抹黑 他告诉你这个人是我们的人 是我们党派出去工作的人 是我们党的这个地下秘密组织 是我们党的谍报人员 共产党现在把所有海外民运他认为最险恶 海外民运对他压力最大 海外民运最有可能 给共产党制造各种各种灾难的人 或者给共产党制造各种障碍 甚至直接对共产党有重要打击的人 共产党现在不包装 不抹黑你 不是说你强奸啦 骗钱啦 这个就是你有多少刑事犯罪啊 你是小流氓啊 这种手段已经落后了 这也是一个包装手段 可能是共产党的五毛组织 他会用这种办法破脏水 说你是流氓啊 是强奸犯啊 是赌博啊 是歇大麻 是这个叫做生意骗人家钱啊 欠了多少债啊 甚至你还强奸了多少妇女 在外面欠了多少人命啊 这些话可能会有 但是共产党的核心组织 他会用他的所谓谍报和情报人员 会漫不经心的跟你讲 我们给你一个情报 就是说 默默默默是我们的人 默默默默是我们长期培养的一头 所以网上有一种 对我有一种传说 说是我当年坐牢 就是共产党特意安排我去坐牢的 是把我送到监狱里面去度金度了十年的 这个讲这种话 能相信的人基本都是傻瓜 但是就有傻瓜相信 所以我当年把我送到牢房里面 是在牢房里面培养了十年 是在牢房里面做共产党特务培养 在牢房里面度金度了十年 那么十年度金 培养成功了吧 培养成功 不 共产党不用 这个人放在大陆再掩藏个十八年 二十年 这二十年什么都不干 我就不知道共产党如果当年真培养一个特务 用三十年培养 前十年在牢房培养 后二十年在社会上面让他隐藏 什么什么坏事都不做 或者说所谓做的坏事都是共产党叫他做的 那么共产党用这一栋来解释你的历史 就是你所有抗争行动都是共产党培养你的 等到二十年培养 三十年培养到了 再把你送到海外来 送到海外来也不及时暴露 也要掩藏三年 掩藏三年等待什么呀 等待郭文贵爆料 郭文贵一爆料 这个头部拿出来用了 共产党也就是说按照这个解说 就是共产党在三十年前 已经培养我吴建民三十年 就是等待着郭文贵爆料以后 就让我开始发挥作用了 让我开始为共产党情报公司服务了 这种谣言能够造出来的人 他基本上是属于大佬 就说基本上他的智商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会有人相信吗 有没有可能是做这样的培养 共产党培养一个他会培养到三十年 从二十岁培养到五十岁 五十岁以后然后会 所以共产党在三十年前就预料到有一天郭文贵会爆料 就预料到三十年以后 我吴建民会派到海外来隐藏三年以后 然后专门针对郭文贵爆料发挥我这个情报特务 所以说我现在站出来打击郭文贵 攻击郭文贵的目的 就是为党在工作 因为党培养我就是三十几年培养我 就是让我这个特务在郭文贵爆料时候发挥作用 无耻到什么地步 郭文贵先生爆料已经有一年 如果共产党培养了我 我是要针对郭文贵的话 从他爆料第一天起我就会打击他 为什么这一年来郭文贵的爆料我是支持的 在这一次我和郭文贵之间发生的这些误会 那也是因为我们发动全民共争以后 郭文贵他首先连发两次视频说我们是为共产党在钓鱼 由于郭文贵对我们的这些我根本不能接受 我才发了视频反击他 也仅仅是过招就这么一个回合 文贵先生很快就认识到他讲的不妥 他发了视频赔礼道歉以后 我建民就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 请问共产党的痛 是不是共产党告诉他 郭文贵一旦打了招呼了 你这个特务任务就完成了 没有这么简单的特务啊 如果是特务的话 这个特务是拿着郭文贵咬的不放的吧 是至少在郭文贵一露头就打的吧 至少在郭文贵那么多爆料时候 每一次都会发挥特务作用和郭文贵专门纠缠 专门去跟郭文贵互相攻击的吧 我吴建民这么一年多来有吗 去看看互联网的历史再下这种愚蠢的结论 特务我告诉你啊 共产党如果真培养我武建民这样的特务 算他共产党三天有幸 共产党真把我培养成高级特务 共产党这个党就给我挣垮了 共产党这个党就给我颠覆了 我判的是共产党没来帮我做特务 共产党真把我送的他的高级特务 你看看我怎么让这个党毁掉 不争这种口舍 将军出身 不打野兔 很简单 我建民就是瞄着那一路去 我只针对着共产党去 互联网这种抹黑 我一个都不害回应 包括有一些民营圈里面 有一些民营圈知名的 一辈子就是在抓特务 啥事都不干的人 这些人的脑子完全就是共产党把他洗出来脑子 因为共产党他是什么人 共产党在三十年在井冈山时候 就开始搞IP团 到延安时候就开始抓特务 共产党彼此之间让人人自危 让人人斗争 共产党早就把这个散布到海外 海外今天的现状就是九十年代以后 共产党输送了大量的特务组织到海外来抓特务所限 海外没有一个民营人士没有被别人定为特务 如果你从来没被定为特务 反而是可疑的了 你去看看是魏京城没被定为特务 还是王军昭没被定为特务 是杨建立没被定为特务还是夏宜良没被定为特务 没有哪一个人没被定为都被定为特务 那么在海外一片你抓我我抓特务中 海外已经没有人信任 这是来源于中共统治下中国人的一种文化 中国的文化就叫什么 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那么为了防人他所作所为 他每一步都想着设计怎么去防别人 或者说他在防人过程中他就不断地去把别人阴谋论 租心论把别人往敌人的方向去靠 他每别人每做的一个动作都觉得哎呀可以 哎呀这个人不对哎呀这个人 一个人如果你是专门用这种办法去抹黑 去租心去专门把别人往邪恶的方向想 那么我告诉你讲 林黛玉可以给你包装成倡计 潘金莲可以给你歌颂成圣女 和声可以给你包装成英雄 秦桧可以给你包装成豪杰 文天祥可以给你讲成是流氓 岳飞可以讲成是卖国贼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中国人是没有创造能力 但中国人有编造能力 中国人的编造是可以让你叫耸人听闻 中国人的编造他可以把任何一件 把任何一个圣洁的事情 可以把你污蔑成可耻丑陋肮脏 这就是中共建政以后 把中国文化中最恶最恶的部分发展起来以后 让中国人陷入在就是你逗我我逗你 彼此之间人人怀疑人人自危人人告密 同时每一个人抹黑别人的时候是不竭尽于力 他要把别人夸张到 就说夸张到让夸张你不敢相信的一步 甚至这个编造者他感觉到沾沾自喜 有相当的人每天上互联网是不干别的事的 你可以看很多在互联网上面只要是骂人的 只要是抹黑的人只要破脏水的人 你去看他的推文 他的推文基本上每天上网 他就是在搅是非 就是在骂人 就是说张三不好李四好 王二玛都不好王五好 张三李四是王八蛋 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去编排是非 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他上网的目的就是去攻击别人 就去抹黑别人 就去散布这个人你不信任那个人不好 哪一个人是坏蛋哪一个人是特务 哪一个人是这个五毛哪一个人是爪牙 一个人如果每天只做这个事 这我就告诉你他一定是带着任务的 他一定是带着任务 因为正常人不是这个思维的 你觉得国内国内那些追求文明追求民主 向往中国能够过上一个正常人尊严生活的人 他千因万苦翻了墙上了网 他就是专门来抹黑的吗 他就是专门来知道是非的吗 他就是专门来骂人的吗 他就是专门来挺一个去骂一个吗 我告诉你呀 所有的那些坚决挺某人的人是有毛病的 所有的那些人坚决扎某些人的也是有毛病的 这种挺某个和扎某个 他都带有他自己一定的政治倾向 当然你说我敬佩某一个人 我一直是佩服他的 我一直是属于跟随他的 我觉得你跟随他不代表你每天要喊他万岁 不代表你每天要沟通他 不代表你每天要赞美他 你只是和他的行为和他的思想行为所想一致 他希望做什么事你在认真的做 他希望这个倡导民众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去践行 这才是叫什么才叫战友 才叫你和他俩人心心相意志同道合 如果你每天就是无聊的赞美肉麻的吹捧 一天到晚就是对他歌颂 我觉得你不正常 那么反过来你一味的对他抹黑诋毁打压构陷 把他说的你俩猪狗都不如的 那你一定也是在有目的的 因为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看不起 他最多拉黑最多不理他最多他的东西我看都不看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 如果不是这样是拉黑不过瘾 谩骂不过瘾 诋毁不过瘾 每天如果不骂上时机就睡不了的 就睡不着觉的人 这种人就是有目的的 而这种人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带着任务来的 还有一种什么 还有一种就是撒逼 那么中国是一个出撒逼的国家 而互联网上撒逼你到处可见 在互联网上面你可以看到撒逼到处见 这些人干什么 这些人因为什么 因为他智商不够 因为他只按自己所想的那样去想 他是一个偏执狂 他只认为自己想的永远是正确的 我只瞄着这一个方向去 我什么都不考虑 什么客观事实都不在 我只按照我的思维 我的认为去 那这种傻子他讲的话 有智商的人是分辨出来 不是 是一眼就分辨得出来的 有智商的人是一眼就分辨得出来的 当然你说你分辨不出来 你就跟着他一起去撒 那我不是讲过吗 傻子肯定比正常人多 中国这个社会 我告诉你讲 愚蠢的人比清醒的人要多得多 那个睡不醒的人更多 装睡的人更多 清醒的人不多 有智慧能够有正确判断的人 大部分是不会发那么多话的 大部分是在那冷静判断的 大部分是在那个地方默默跟随的 大部分是在关键的时候 说一两句能够起到挂笼点睛作用的人 这是少部分能够看得懂一切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看得懂的人 他绝不会到处卖弄的人 我建民不会为各种流言蜚语所困扰 我会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会坚持出我的视频节目 当然最近很忙 可能我的视频节目就不像过去 能够基本做到每天发一集 我现在可能一周能够发个两到三集就不错 因为呢最近这段时间我是相当忙 那么除了我要投入大家都知道的 公正的这场活动之外 我自己个人工作也很忙 再一个因为我受到的困扰和打压 是我不愿意告诉大家的 我从来不会去卖弄我自己受到多少艰难困苦 让大家对我产生什么敬佩了 产生同情了 或者哪一个人来帮助了 我一概不要 我不需要告诉大家 我吴建民受到多少压力 我也不需要告诉大家 我国内的亲人是个什么状态 我只是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全国选一个运动的新闻发言人 作为公开的这个运动的倡导者 他是中共瞄准的最明显的目标 中共要消灭这个人 中共有太多的手段 什么手段自己去想 你觉得中共还有哪种手段他用不上 我吴建民除了没有给立即枪毙 别的我都经历过 那么今天我在美国不怕 是因为美国是自由法治社会 有美国强大的保护 有美国强大的民族和法治做保障 所以我建民根本就不怕 我不会低头的 随便什么收买都没有用的 可以讲 我看不上你给我的那点钱 钱给的太多我不需要 因为我只要吃三顿 钱给的太少我看不上 因为我建民养活我自己的能力我有 也不要想办法用什么美色靠近我 任何女性尤其那种单身 妖娆长得融化美的那些女性 你离我远点你和我保持距离 我建民不会接受这些人跟我之间的 私人之间的联络没有的 任何支持我的女网友 我们都是在网上的都是公开的 如果即使是跟女网友见面 我们也是公开的 不是偷偷摸摸摸摸单独会见 所以说这种心情死掉 至于说给我什么 创造一个什么机会到我哪一个组织 当哪一个领袖 在哪一个组织做个什么主席 你拉倒吧建民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不会出任任何组织的领导人 这是我给自己多年来定下的一个规矩 我唯一担任过一个政治组织的第一领导人 就是我当年担任过的被共产党判了 判刑我十年的中国民主前线的主席 我在当年六四抗争的时候 唯一担任的这个抗击中共的这个领导人 就是我担任的我们南京高自联 发起北上我们北上行动 我是倡议者领导者和指挥者 我只有当年的几十年前的这两个政治职务 在这之后我没有任何政治职务 所以你们不要把我想方设法 安排到某一个所谓政治组织里面 给我去挂个什么名弄个什么头衔 给我发个什么几千美金一个月 你死了这条心 什么华盛顿的这个智库了 纽约那边哪一个大学里面的什么访问学者 这些东西我都看不上千万不要喊我去 我也去不了没这个能力 我当不了你们智库智商不够 我做不了学者学问不高 我倡明就做我自己做好我自己的视频节目 我用我自己的视频节目作为战斗武器 向所有能够接受我倡明宣传的所有的普洛大众 去揭露中共的丑恶 去揭穿中共所有掩盖的真相 去启迪明智去寻找我自己能够志同道合的战友 我倡明就做这个工作 至于对我的威胁恐吓和那种要把我倡明在多少天之内消灭 以及给我制造的各种危险 什么绑架了车祸了甚至有时候威胁要爆炸 要一枪击毙你们公开发表的言论我都已经给你保留了 我给你保存证据啊到了我能够依据美国的法律 对你进行打击的时候你不要怪美国这个民主法治 把你送进监狱以后会让你在那个里面被恨终生 共产党让你卖命啊但是共产党绝不会救你的命 等你稍微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共产党绝不可能拉你一把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共产党在美国培养了很大的一个中情局的间谍 等到他的事情在美国完全这个爆发的时候 外交部的部长李造星断然否认根本没有这个人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跟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一个被共产党培养了几十年在二战结束就培养的间谍 为共产党在整个中美两国之间做了那么多贡献的 中情局里面的红色间谍为共产党卖了一辈子命 当他被美国抓捕的时候共产党能够说没这个人都不知道 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共产党都可以抵赖 那么你想想看你今天为共产党卖命 斗建民着去呈匹夫之勇去希望去立功混到一点狗粮 你一旦被美国政府惩办者共产党还会来救你 你算啥你是共产党随时可以杀人灭口的一个人 因此我奉劝那些在我身上动各种脑筋 企图在网上抹黑在线下对我跟踪 以及想用各种办法来消灭我制造各种所谓车祸暗杀绑架爆炸的这些人 我告诉你讲美国是个反恐国家你当心一点 我建民我明确告诉你讲是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 我吴建民美国政府绝不做事共产党可以随时对我示意黑手 能对我的生命造成威胁的因为美国政府保护在美国任何一个合法守法的公民 美国政府更保护那些能够依据法治对中共这个邪恶的共党敢于抗争的人 所以我不需要跟你讲那么多你想干什么你就接着干 我只是告诉你讲所有对我建民各种证据我都给你保留了 我一点都不怕我如果怕我建民就不敢继续做持平节目就那么简单 我吴建民会一如既往投入我自己所有的精力 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揭露中共的黑暗理智气壮的和中共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我这个人从不做小人从不做下山烂的举动我告诉你讲建民一辈子没有举报过别人 虽然有很多人有很多明白的那些恶劣的东西我掌握的但是我建民不做这个事 我这一辈子我从不敢举报别人什么跟别人打那种无聊的口水仗 什么动不动威胁别人我老子要起诉你了我要我要发多少文章去攻击你 我要弄多少视频去谩骂你我要制作多少证据去抹黑你 这些都是小人动人建民从来不来大丈夫敢做敢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气息 建民做任何事情都是屹立船头跟你面对面的战你有本事就站出来 如果你认为全民共产是对推动中国民主进步是有害的 如果你认为是全民共产是不能够推动中国民主的 你请你拿出一句来 你建民主的邦畝 你这是神经病的呢 我可以认为神经病的好友